大家好,我是Shan 又到了本周的花园的更新了 这周呢,我又看了看啊,好多变化 看这个杏树上面这个小杏越来越大的 今年的比去年强,接了三个或者四个吧 可能起码有三个,去年才接了一个 这棵树很小嘛 你看这小杏多可爱啊,我就喜欢这个时候 毛茸茸的 还有这小苹果,这个今年气候有点反常 好像这个苹果树啊,也有点反常 之前老早就开花了,然后一直就 还没长叶子,但是还接了个小苹果啊 这挺奇怪的,不知道今年,去年这个 接了好多,这是一棵什么树呢 这是,这是棵栗子 栗子树我也有啊 这个,五脏俱全的 你看这栗子开花了,抽碎了 去年还接了几个小栗子 就是给小孩们玩呗 然后这个,这个是可夏威夷果啊 今年也头一次开花了 这个长得特别瘦高哈 看那个花蕾 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接啊 我站着石头上拍的,太,太高了 瘦长 这样好,不占地方 接几个好玩 然后这也是一棵梨子 鸡心梨子吧 也是第一年结果 可能会结吧 去年开了花没有结 今年我看着开了花比去年还多了 看这叫鸡心梨子吧 长得还挺快的 好像越来越粗了 你看它也在开花 结了个小梨子 长得真像鸡心哈 虽然才这么点儿 baby 小baby 这个时候的水果就是这么可爱 这是另外一棵梨子树 然后这树下吧 穿出来了 你看这些 这个 可能我当时撒的那一包种子 也不知道野花种子 然后撒出来长出来这些的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就挺奇怪的 它就在这个树下面 它挺好看的 看这个自然呢 就是我也不去管它 然后就让它这么长 好像要开花的样子了 也不知道会开出什么花 但是就是很奇怪 它就是在这一片长 所以这个自然呢 我觉得自然的东西啊 就是应该是 它自己知道的 然后这一棵梨子呢 是三合一 你看它是三个品种 嫁接到一个组织上 但是左边那个就长得这么粗壮了 然后右边那两个呢 就没有长得那么好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阻止一下 左边这个 就好像双胞胎啊 有的时候一个长特别大了 你不知道怎么办 能让它们均匀一下 这是右边那只 也接了 挺小的 之前开了好多花 慢慢的就退了花雷 你看就露出小栗子了 然后这是中间最弱的那只 可能中间是不是它光少啊 所以我还是得把左边那个 修一修 让它中间照进光来 中间那个是那种 也接了个小栗子 我忘记的中间好像 这只从来没接过吧 今天看看到底是三个哪个品种啊 然后这是最左边那只 是碗熟的 你看它才开花呢 花雷 才开始开花呢 它右边 中间都接了小栗子了 它才开始开花 所以它这个三个品种啊 是按照这个 可能是应该是早中晚吧 这么加接上去 具体名字我都忘了 标签 标签也掉了 看这个花雷 我每天就在这儿 格物 在这儿格物 我能看上半天 这是一颗叫Custard Apple 这个中国叫 是不是叫释迦 释迦果呀 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果子 长得有点像释迦摩尼 那个佛头嘛 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种了四五年了吧 才接了 这是第一次结果 接了两个 这是一个 然后这是一个 都不大 我去年在那儿 人工授坟了半天 然后它这个树特别奇怪 它每年的十月份左右吧 突然间叉叉叉 把叶子掉光 然后很快的 就又长出新的来了 等于它现在 在这个交替的过程当中 挺好的观赏 说的观也是 这是我的包心的 这种生菜 大白菜我种不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不包心 但是这个生菜包心 也挺好的 这是浑香 这是这块菜地了 下过雨之后 又长得特别茂盛 这都是冬天呢 遗留下来的一些菜 有些菜就特别的 烫 这是我的安蠢 我把安蠢笼子 移到这边来了 原来那块地方呢 营养足够了 这是草莓 也开始结了 估计很快就被小孩们 发现就被吃掉了 他们整天待在这个树下 我那个小老三指着这个树啊 就是要吃 他知道这个桑胜好吃 这个桑胜 是挺好吃的 之前呢 也是挪来挪去的 也找不到大的地方 让它长 就栽了这边 也不等熟 它们就这么摘啊 这个算是比较熟的了 下午这个说不定 也 也留不住了 回来就开始跳了 然后现在是 春天嘛 栽苗嘛 栽了那个西葫芦 这是上周栽下去的 哎呀 这一周刮风又下雨 还降温呢 什么的 我就担心 结果长得还挺好的 长得还挺好 就是虫子咬了点叶 比在屋里反而长得要好 你看它都快要开花了 剩下的苗我还没有栽出去 我要赶紧栽出去了 你看在外面长得多好 说明现在气温上来了 这是我昨天栽下去的 你看这是在屋里的长了 然后就明显没有那个栽出去的 虽然外面狂风暴雨的 我估计啊 就是哎呀 跟养孩子一样 有时候你 你不要担心太多 你把它放出去 虽然你看虫会咬 但是没有什么大碍 它只要活了 你看它就茁壮的成长 这个明显粗壮吧 这就是上周啊 那个恶劣的天气栽出去的 所以说哎呀 从过种菜呢 也会悟到一些道理啊 就是你的小北鼻们 虽然它们出去会让 你看这又是虫子咬的 但是还是得在合适的时机啊 它们其实比我们想象的 要坚强的多 当然也有不幸 你看这个玉米我摘下去的 就被这个蜗牛给咬断 看这一颗就咬断了 通通 但是我 所以我种很多嘛 种很多 你肯定不会每颗都成活 然后你看这一颗 就没事吧 就多撒种子 或者多栽苗 尽量不要直接栽到地里 现在都不行 现在都是在 室内亚 预好苗以后 栽出去 移栽出去 你看这个安春笼子 原来在别的地方 我现在把它移到这里来 营养营养这一块地 然后等差不多了呢 我就再换个位置 我这个系统吧 就是 我觉得挺生态平衡的 然后安春呢 下的蛋呢 可以吃 对不对 它的粪呢 就可以用来施肥 你看这块地 所以我 老把这个笼子搬来搬去啊 我也不用打扫了 直接在原地 稍微的那个翻一翻 就直接栽上东西 差不多一两个月吧 两三个月 有时候 把它换一次位置 差不多一季作物 也就两三个月 所以这菜呢 长得都比较好 这就是我安春的 原来是一个 Guinny Pig的笼子 原来里边养了 五六只安春吧 后来有一次全都跑了 就剩下两只了 我要再敷一些 这些安春都是我敷出来的 我用孵蛋器孵出来的 因为安春它自己 不会孵蛋嘛 都是人工的 像这种是 专门铲蛋的安春 虽然上面有窝 它也不下在里面 它就下在下面 这个安春嘛 就没有鸡那么聪明 到处下蛋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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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都是母的 一天一个蛋嘛 一天一个蛋 本周的花园呢 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薰衣草呢 在盛开 盛开当中 好多的密封 我现在就在花园 干个半天活 看看 现在春天嘛 真的都要出来 别在屋子里待着了 出来看看啊 特别的舒服 这是我撒下去的 野花种子开出来的 好的 谢谢大家 咱们下周再见 看看下周 我栽下去的那些小苗 又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多了 我先看看 是什么样子呢 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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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